嗨嗨,大家好,我是Grace 前陣子,末月一個月前吧 我有和你們分享一支影片是 混油機夏天不會錯的 專櫃型控油粉底 這個影片你們有看嗎? 有的話呢,在片幕之後我就說好 如果說你們想知道開箱的話可以留言 哇,好多人敲碗喔 然後想說好,我就整理一些 我在今年度還蠻常用的控油型粉底 和你們分享 那你們看我現在臉上的底妝 是不是還蠻精美的 那這個粉底呢,其實我已經持妝了 快八個小時 而且我今天呢,就是一樣冷氣房跟室外在穿梭 你不覺得這個底妝還蠻有質感的嗎? 而且這個出油感是不是很淡 那我們的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們還沒做到IG的話 這裡可以找到好不好 生活動態包含很多各種資本 現在就可以做到IG 這段話真的念太熟了 所以我可以用唱的把它唱完 那我就從保濕度高一點 到極度控油這個順序還沒分享囉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臉上現在這個底妝 這個底妝真的很漂亮 開價就買得到是CLEO的 雨霧橫效粉底液 這個粉底呢,我很喜歡它的妝感 包含到你們看現在長時間帶妝 這個光澤我很喜歡 而且不說真的有專櫃的質感 一開始就可以在賣自己的皮膚 它的質地呢,擠出來呢 其實是有微微的滑動感 那實際用手指頭去摸呢 我個人覺得它的延展力非常的高 而且手感呢,是水潤水潤的感覺 那它的粉質呢,我覺得很細 你把它推勻了之後呢 它就可以很服貼在你肌膚紋理上面呢 不會有肌線跟卡粉的感覺 那它的妝效呢 是柔霧光澤肌 那整體的妝感呢,很自然喔 不厚重 像我臉上一些瑕疵 包含細紋跟乾紋 就連毛孔 它的柔膠效果特別特別的好 而且你們看我臉上這個黑眼圈 眼下的黑眼圈 我通常都是要拿其他遮甲產品去蓋 但這一支粉底光是一層 它可以讓我這一些有色的瑕疵呢 遮蓋力將近有6到7分左右 重點是它妝感真的很薄透 而且呢,我覺得它的保濕度呢 蠻不錯的中等偏高 包含到我上妝的時候啊 不管搭配哪一種工具 就連沒有近濕的美妝蛋 它也可以讓粉末是非常服貼跟平整 這個呢,是我8到10個小時的持妝 那整體的控油感 我覺得可以說是中等 但是我覺得它讓我有感受到 抑制油光的感覺 因為像我的T字部位呢 是很容易抱油的 那你們看我現在整張臉的光澤感 油光非常的均勻 而且我覺得它出油之後 那個膚質呢,感覺更精美 而且長時間持妝 它還不會暗沉 它掉妝率真的很低 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 它的掉妝只有0.5 我自己身上是這樣 包含到鼻翼邊角 我覺得它脫妝率都蠻低的 這個夏天我用到它 我的心情都蠻好的 而且今天不管在室外 或者是室內 它不會被冷氣催乾 就算在外面曬太陽 它也可以讓我們的皮膚呢 是具有保濕力的 那這個粉底液 我個人就是推薦你 是混合偏乾到混合肌偏油 都可以用 甚至我的油肌也OK 但你就是妝前做好 控油 妝後記得定妝就OK了 第二個粉底液 我覺得跟CLEO有一點像 是阿咪咪的 我愛零暗沈奶 霧持久粉底 這個粉底液呢 我的色號是2號色 有防曬系數 SPF30 PA 三個加 我覺得它跟CLEO有一點像 從質地然後到它完妝的效果 甚至到持妝度 都還蠻雷同的 它的質地呢 一樣擠出來 感覺沒有滑動性 可是它摸起來也是水潤水潤的 延展度也非常的厲害 它的效果是柔霧光澤肌 但是光澤感比CLEO再強一點點 我覺得它對整個肌膚細節瑕疵 修飾度呢是非常好的 跟CLEO很像 包含到我們的毛孔細紋啊 它都可以有不錯的修飾力 而且我覺得完妝之後那個膚質呢 就像是套上濾鏡一樣 你整個肌膚看起來很無瑕 就連有色瑕疵 它也可以做到6到7分左右的遮蓋 這個是8到10個小時 你們看我臉上這個光澤感 是不是也蠻均勻的 包含到我兩家偏乾的地方 它也可以有保濕的感覺 然後T字不會出油呢 它也有抑制油光的效果 那雖然說臉上的光澤感 好像也是蠻強的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膚質 看起來也蠻不錯 因為像我 你知道 可能到了一個年紀吧 我現在就比較喜歡有光澤的底妝 而且它的帶樁度也非常的高 它的粉末脫妝度也極低 如果是10分的話呢 它的掉妝大概就是1分 其實跟CLEO很像 但真的要講 邊邊角角會再多掉一點 就是我的鼻翼 或者是我的眉心也很容易掉粉 你們會嗎 我這邊很容易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粉底啊 長時間帶妝 它是不會暗沉的 那我覺得它適合的膚質呢 跟CLEO一模一樣 混合偏乾到混合偏油 油肌也OK可以用 記得做好妝前控油 跟3粉定妝 接下來第三支粉底液呢 會越來越控油 但保濕度不減 是這個 是MAYBELLINE的 非面反孔特務粉底 那我的色號呢 是118 它是有防曬系數的 是SPF22 OK 那這個粉底液呢 我個人覺得 會讓我聯想到 亞瑟蘭黛的粉無痕 跟蘭蔻的淋粉感 因為我每一次 在用這個粉底液 帶妝的時候呢 都會讓我 哇 開架可以有這樣子的妝效 我真的很驚豔 它的質地呢 欸 擠出來呢 也是有點稠狀的感覺 很像是剛融化的奶油 質地特別的絲滑 它的粉質很細 你把它抹開之後呢 也可以很服貼在 我們的肌膚紋理上面 然後呢 完成出來的妝感 是絲絨般的那種 霧光妝效 那對於瑕疵的修飾呢 欸 我也非常的滿意 尤其你是毛孔 特別粗大的人 我覺得 它對於毛孔 甜品的感覺 還蠻明顯的 就一抹過去 你肌膚臉上那些 坑坑巴巴的瑕疵 我覺得都可以被它 超有感的柔膠 就像是摸皮 開到50%的那種概念 那因為這個粉底液呢 它的保濕度很好 對於瑕疵的修飾 也很夠力 所以它 我覺得可以拿來做 二度的堆疊 上述的另外兩支 CLIO跟AMIMI 他們也是 你們重複堆 提升遮瑕力 然後又不會讓你的妝感 看起來很厚重 我長時間用下來的經驗呢 是覺得說 它抑制油光 很有感覺 然後又可以讓兩家呢 有保濕感 所以整張臉呢 欸 光澤感看起來 好像比較強一些 沒錯 但是 這個光澤感是細緻 好看的 然後我覺得它持妝度很高 粉末脫妝率也極低 這個粉底液呢 我覺得很適合 混合偏乾到混合偏油 那一樣乾肌油漬 也都可以用做好保濕 或者是控油就OK了 接下來第四 跟第五支粉底液呢 它們的表現都是控油大國有保濕 那如果你是中東大油田 你需要極度控油的話呢 第四支我覺得很好用 是Pony Effect的絕對遮瑕隱形粉底 那這個粉底液呢 我上網看 還有包含到它的品色呢 都沒有寫下任何防曬的訊息 所以我姑且當它是一支 沒有防曬功能的粉底 但是防曬可以有很多方式嘛 欸 建議你們要做好防曬就OK了 那它的質地呢 是這五支裡面 我覺得摸起來最水的 很好推開 但有一個小缺點 我個人覺得它有一點素乾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就是分區塊上妝 會比較好 或者在這個粉底液裡面呢 加一點油 增加它的滋潤度會更好 那它的妝感呢 是純霧面的 沒有粉感 非常的自然 包含到我臉上的細紋 乾紋 甚至毛孔呢 它都可以超油感的 好像粉飾太平一樣 抹平了 它很像讓我的肌膚質感 換一張皮膚一樣 那至於它的保濕度呢 我給它的見解是中等偏低 這個粉底液重疊 我會覺得有一點厚重 我會建議你們 可以拿其他遮瑕產品 會更好 那我在實測的當天呢 是在室內 但是我沒有開冷氣 我只有開窗通風 你們看這個光澤感 是不是很淡 那至於防水跟防油呢 我覺得它是這五瓶裡面 會比較弱一些的 擦擦汗啊 什麼的 衛生紙上面 會留下大概是2分到3分左右的脫妝 雖然說脫妝了 但至少我們的妝面是服貼 精緻然後不斑駁的 它是均勻吊妝 這個粉底液呢 不適合去海邊玩 但如果你今天只是單純 日常的逛街 或者是在室內 不吹冷氣的情況下 你可以放心 把你臉上的油光 交給它控制 再來第五支粉底呢 可以說大家對它的美誼 非常的高 是一堆人說它像 專櫃等級的持妝力 但價格呢 是開架的很親民 是KATE的零瑕機密融霧粉底液 那我的色號呢 是2號色 這個粉底呢 我在它的評審上面 跟官網呢 找了好久 沒有做任何防曬的標示 所以我姑且當它是一支 沒有防曬功能的粉底 但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持妝力真的很強 它呢 是屬於絲滑柔順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延展力也非常的不錯 不管你用什麼樣子的器具 包含手指頭呢 都可以把它的粉末 推得非常的均勻 那完妝之後呢 整個妝效它是純霧面的 雖然是霧面 但它一點都沒有粉感 然後也不厚重 透氣性很強 我覺得整體在皮膚上面 表現的舒適度呢 很高 而且我覺得它很修飾 它的保濕度也蠻好的耶 剛才那個Pony Effect 我是寫中等偏低 但這一支呢 它是中等 它的保濕力呢 明顯有 包含到你可能有色瑕疵 想要二度堆疊也OK 你可以重覆蓋 也不會粉感 也不會悶後 它的妝效始終很自然 那它的控油感呢 我覺得是高度控油 你們看像這樣子 8-10個小時的持妝 油光超淡 而且光澤感是非常均勻 跟細緻的 我覺得整體的膚質呢 看起來 比剛上妝 還要再更漂亮 它長時間戴妝呢 也是不暗沉的 我這邊給它適合的膚質 是寫 混合肌到油肌 當然你是皮膚偏乾也OK 可以用妝前再多做一些保濕打底就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是要戶外一整天 我知道沒冷氣催 我就會選這個 選這個 那今天呢我在室內 可能會對著冷氣催 我就會選這個 這個這個 對就看你們的狀態去做選擇 好的我們的影片要結尾了 有什麼問題想問的話 留言跟我說 他都在IG 記得要追蹤我 那我們就 掰掰囉 下支影片見